我的童年沐浴在几多西风苦雨的岁月里,也沉浸于无限的快乐世卫中,常听妈妈说我小时候很可爱,很好玩,刚拍山学部,就喜欢踢泥巴,四五岁时,妈妈忙得没时间带我,常把我散放在绿叶围港,我尽情和小伙伴用泥巴堆垒高高低低的小山,和大大小小的人像,妈妈劳作后,注视我的一双小泥沼,又仔细端详我的杰作, 恋爱的说,我闺女真贵皮,更不会动手打我,六岁时,我又想不害了哟,红肿的像马头,爸爸急的鞠躲讲,请村里的郎中先生给我丢手指出的火针,我疼得嗷嗷大叫,妈妈心痛的眼泪吃掉,爸妈看我丢过火针,引流出龙血的腹部九中口大的窟窿,好多日子紧持不安,直到现在,还留着比同百大的疤痕,八岁那年, 吃饭不要钱,家家户户吃大食堂,每天吃高粱,小米粥,吃得饱,吃得香,父亲送我到村小上学,村里的余生孔老师,教我们写铅笔字,我抹一把脸上的看珠,拿起铅笔房写大小多少几个字,老师要为我把笔就是不让,除了把多字写成左右结构,其他写的蛮好, 窗外的可爷爷盯着我笑,我面红耳赤,以为自己做错什么,想不到贪慌我拿笔姿势,幽默又要像个小大人,说这个小鬼将来肯定有前途,余老师听了汉手微笑,他把我写的字拿给我父亲看,父亲高兴得了不得,此后,女孩是不家人,读书没大用, 只累的话,怪弄父母耳朵,纯淡一阵风刮过,我九岁,这十一岁,家乡遭自然灾害,庄稼无收,吃不过醋,饿得调不起踪气,走路双腿发软,几次中途辍学,敲银菜,挂烧草,经常是空蓝子陪着自己躺在田野的山沟里望着蓝天,请鹿鹿鸡长呼呼叫,没有力气玩耍,也消失了笑声, 十二岁时,生活稍有转机,父母再三催我上学,生怕误了我学习,父亲先帮百姬找金系,把我从春小转到吉里外的鲁渡镇中心小学,每天来回和一群同学不行,常常风里来举里去,没有任何语句,少不了令城跟洛唐鸡,二哥特地买了一把杭州红纸撒,解决了我的软眉之急,吃的三餐是瓜菜的, 杂粮糊,每天败机半饱,但是学语玩的尽头可不小,学习从不落后,贺乐照完鼓舞,那时候,我们放暑假,老师根本不布置作业,我和村里的一群伙伴,每天尽情玩耍,生龙脱骨在田野里比赛时卖岁,欢腾雀跃在打卖场上捉迷藏,倦衣旅秀到河坛里抓小鱼小虾,赤脚巴低到河泥潭上,紧棒格罗险, 像小乌龟一般趴在草地上玩喝过,最有趣的是补馋,玩童们行走在河岸柳滴,一旦被我们悄悄摆到手里,关在了用麦街这边的叫鱼笼里,刹那间就变成了鱼笆,我们就调皮的动鱼叫,就死了,哈哈,嘻嘻, 我伴们一阵阵欢乐的笑声撒满田野,飞扬整个村庄,一会儿,玩够了,我们唯恐被关在笼子里的知了闷死,就心甘情愿地把他们放飞到他们的乐园,冲绿陌生的柳树上, 让他们和我们一样自由自在,想唱就唱,想飞就飞,我的童年,上课还学,学就学个扎扎实实,放假归玩,玩就玩个痛痛快快,不像现在孩子包在公条里,泡在牛奶里,长在妈妈的手掌里,行在爸爸的圈子里,放学圈在家里, 寒暑假关在教室里,更不像现在有些孩子负重了,作业拖拉胡叉,早变了,上课思想不集中,学变了,逃学上网玩游戏,我的童年,是一个摩纳饥饿的童年,也是一个快乐有趣的童年,我的童年是一个绿色流淌的童年,更是一个绿色哺育我成长的童年,我憧憬我的童年,而困惑尊备的童年, 我童年的酸甜苦辣,让我超前领悟人生的真谛,正如童话大王郑渊杰说,孩子输在其好线上,也是赢了一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